黃金價格因為地緣政治風險而走高 但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黃金指數型產品 上星期卻把今年來的漲幅卻全部給回吐了 分析師表示在短期之內 黃金行情很可能會波動不安 專家認為金價一直在反映 與地緣有關的政治事件因此波動很大 而最近這一波避險買盤 不見得可以持久 那一旦投資人意識到說 美國聯準會再認真考慮升息 那金價就會開始走跌 所以目前的氣氛是有點看多黃金 所以炒短線並不是明智的選擇